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4年12月25号星期三 今天要来做开箱 因为是在海外购物的 所以开箱的时候要入营 避免有什么缺件 或者是任何问题的产生 那接下来我们来开箱 这是第1件 第2件 这一家我总共买了三样东西 那我这一台买的是点焊机 这一台也是点焊机 那这个是专门在移植电池的 这一台我们后续再来做开箱 今天最主要要开箱这一台 那我买的是阿威姿的 这一台要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操作 所以我今天先进行开箱 顺便分享一下怎么样去购买这一台 因为有时候 他们在网路上是没有在写型号的 所以你要找到价格比较低的 可能会要 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今天就来做不一样的开箱好了 它的变压器是9V 15A的 它可以充到15A的话应该 蛮不错的 这是它的相关配件 一个脚踏板 一个搓刀 然后这是点焊针 测试用的镊片 镊片它好像没有写多厚的 然后一个电磁壳 点焊笔 它的包材是这样子的 这种还是 使用上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过它会设计成这样子应该有它的道理 整体的分量还不错 配件大概就这样子 这是它的主体 合格阵 它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 说明书我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 它的分量还是蛮重的 那我买的是 电容式的 现在大概都是电容式的了啦 因为第一次买回来 它的充电时间要比较久 所以我们先给它进行充电 有在充电的 瓦数是 大概110瓦左右 第一次充电可能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等待了这一个时间 我们先来分享 怎么样去找这一台的 购买资料 那我在选择要购买 点焊机的话 我会先去加入一些 点焊机DIY相关的 讨论区 或者是社群 那我在这边 我有发布过 我的相关需求 然后 就会有比较 懂这方面产品的先进 他们就会 提供一些相关可以购买的商品 给我做一个参考 像这一位 他就直接跟我讲 你就买这一个 产牌跟型号就可以了 这几位也是 所以还是有蛮多位 前辈们推荐的产品 我个人在购买上会比较安心一点 我们要在网路上买东西 首先我们可以先查询要购买商品的型号 比如说我现在在网页上 打上 机器的型号 控格 然后我们打比价 我自己在比价都会比价 蛮多 比价网的 这一个 P6F 那当然是用价格的排序 那这一种跑出来一大堆不相干的 我们就把它关掉 这个是手机这个也不是 那在我们台湾的话 可能这个型号 比较少人在卖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上他的英文名字 这样子 那如果要更精准的话 我们加上双冒号 那目前这边是找不到 但是这边有 他产牌英文的名称的比价 然后其他的 我看一下这个也可以 点起来看看 这个也是 价格我们就是用排序的 那我们就去找我们要的这一个产牌 像这一台 那因为我没有虾皮的账号 那我们虾皮就把它遮蔽掉 像这一个 点进去看 那是同产牌 但是型号不一样 这个我们就不要看了 有了 这边 这边他就有产牌 中文名称 还有型号 那我们就点进去看 这一个也可以 反正就是 全部的网页都先给他点进去看看 然后他这边就会有型号 那我们点进去看 那你如果在 购物网站上买 大概是要 1万多块的价钱 这个 我们就不考虑了 因为价格还是 比较高一点 看一下 像这种会转跳的这个 也不用去看了 因为这个都 没有很精确的 连接到我们要的商品 像这个也是 像这种 都不是我要的型号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弃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 露天的 反正就是会跑一大堆 不相干的啦 那因为我要的是 可以看到1.0的 所以目前只有这两个是比较适合的 那我们先点进去看 他卖的价格 这个更贵了 大概1万7左右 这个也是 那这个我们就 不考虑了 因为价格太高了 那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考虑了 我们只好到 淘宝上去看 一样 我们可以先搜寻 型号 找的方法其实大致上都一样啦 反正我们就是 先把 我们所需要的 产品的型号 像这种 价格比较低的 我们先点进去看 这个也是 那点进去看以后 我们一样要去找我们要的型号 像这一个 点一下 这边就卖到 1400多块 那我们先给他加入购物车 然后这一个也是 找一下 这一个 加入购物车 反正你就是能找的全部找 然后你型号查完以后 可以在前面再加上 厂牌 大部分的都会跑出来 像这种 他们旗舰店的 那我自己再买就是 像这种 有找出来的 我会全部把它加入 购物车里面 反正我们就是 全部先把它加到 购物车里面 价格我们先不用看 这边只有 卖 一个 这个不支持购买的 我们就直接跳过 那因为现在的科技 比较 进步一点了 可以搜图 所以我会先把 这个图片 截图下来 那我们直接丢进来 然后搜寻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搜寻出来的 其实他都没有打上型号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子你要去 比较的话会比较难比较 所以现在有新的这个 搜图功能的话 我们就多一个 比较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从最便宜的 全部开始进去找我们要的型号 然后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包括 Google这边 我们也是可以用搜图的 拖进来 然后拖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看 其实大部分还是以淘宝为主 然后 1688 露天 大概就这些啦 因为在台湾买的话你价格会 高很多 所以我个人还是跑到 淘宝这边买 然后我们全部 加到购物车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购物车进行比价 那我们要看的价格就是看这个 券后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 比较便宜的 现在最便宜的大概是 1431 所以我们就先 点这个 点进去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 有做很多优惠 所以他减的价格减的蛮多的 我是跟这一家购买的 我是买1500多块 他只减了一点点 所以 我们还是选择最便宜的这个 然后我们进行结算 一定要先进行结算 因为有时候他 扣的一些东西扣到最后 你还是要看你总价格是多少 现在我这边有可以折抵红包 也可以用淘金币下去做折抵 手单还可以减少这些费用 我这样子我在购物上就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种 那我们查到价格以后我们可以转换成台币 台币的话就 6000多块而已 那如果我们在刚才的露天那边看到的话 如果要购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大概要花 17000左右 所以这种价格比起来 那我们当然是选择直接在这边购买 会比较便宜 我自己目前在买东西大概是这样子购买 可以先找寻很多 不同的厂家我们先把它加入购物车 最后再做一个 价格上的比较 那这样子 就算没有找到最便宜 我们也 不会去买到最贵的一个产品 这是我目前购物上的一个 简单的 比较方式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采购的分享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一台机器 这一台的整体界面算蛮简单的 那就三个按钮 我们可以选择手动的 那就是接脚踏板 预热 间歇 然后连点次数什么有的没的 这一些基本设置 其实大部分的点焊机的设定 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我这边就先以开箱为主 档位的部分 它这边总共有100个档位 这一台它是可以点焊到 一个mm的厚度 以我们一般来讲 基本上要做电池包 建议的厚度 最少要在0.2左右 所以我们的档位先设定 我自己是先设定10就可以了 刚才点焊了一下 点焊起来的焊点非常漂亮 为什么要设计档位就是因为 你如果 电流量太大的话 很容易就把你的电池 点焊到集穿 这样子 你的电池就报废了 所以我们档位 你自己一定要去拿 不要的电池 来进行 测试 因为我这边 报废的电池很多 所以我先拿不要的电池 来做测试 那我这边比较多的就是 VTC4的电池 那我们直接用 VTC4的来做测试 那建议你在测试点焊机的时候 一定要从电池的 负极开始做测试 避免你直接点焊正极的话 会有 危险的发生 那我们档位就是 设定10 其他的什么 预热 间歇 或者是连点次数 这个你都可以自行 下去做设置 那我这边先进行 点焊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我是设定 手动的 所以我们要按脚踏板 它的点焊功率真的蛮大的 OK 点焊出来的效果 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焊点非常漂亮 那我们把它 破坏性的拆起来 整个镊片都有焊过去 镊片也有焊在上面 拆下来的时候 不会将你的电池的铁片 焊破洞 你如果功率太大的话 你在拆的时候 你会听到有一个 气密的声音会出现 那这样子就代表你的 功率调的太大了 那你就稍微把功率调小一点 那我自己本身在设计都会从比较小的档位下去做设置 这一台我个人认为 非常不错 身体的体积又很小 刚好跟我设计的桌子 可以做一个 放置的搭配 那我买的这一台是 阿威之的 P60F的 点焊机 后续如果这一台好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之前买的一些 点焊笔 点焊针 全部改成这一种 源头式的 这一种源头式的应该是 8MM的 拆装也是蛮简单的 那我们最后再来测试一下 自动的模式好了 现在改成自动 自动的模式 它这边有一个触发的时间 建议要 至少2秒到3秒 要不然你有时候 设置的速度太快 你可能会反应不及 那我这边先设置3秒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 放上去 然后它侦测到3秒就会点焊 这样子 大概3秒钟 当你已经习惯了这个秒数 你觉得慢的话 你就在自行的下去做调节 点焊起来 我个人觉得 当然是比我自己做的好很多啦 因为这一种点焊机 它是用超级法拉电容的 它还是跟电池一样 功率会有渐渐耗落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买 这一个型号 因为它最大可以焊到 1mm 就算它耗落以后 可能也是 蛮久一段时间了 然后它的 电量 我个人认为 这一台可以连续做好几个 18V的电池包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是边焊边充 所以这一台就可以很长时间的使用 那后续我可能就会开始做一些 电池包来做使用 最后给各位看一下 它整体的界面 面板设计的还是蛮简洁的 谢谢大家 那我这一篇阿威之的P60F法拉式电容点焊机开箱采购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请订阅和分享,谢谢